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14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四 香港再有地皮 成功賣出 因為今年其實賣了一幅地 好像在港島 匯德鋒投了40多億 這幅啟德應該是第二幅 成功賣出的地皮 今次賣了53億5千萬 恭喜 香港庫房有百億 這幅啟德地 賣價價相對便宜了 創了九年半身低 現在這個價錢當然是好處 到底好處多久呢 因為筍的東西要看時間 今天筍就不代表明天筍 所以 人家告訴你有筍盤 你要問他 什麼時候筍 今天筍 將來筍還是永遠都筍 這次的地皮就是啟德 第2A區2號地盤 以及3號地盤 這次的項目 由信和 83 火柏中國海外688 英軍41 華智127 合組的一個財團 奪得 現在要四大公司拍碼頭 中國海外英軍華智信和 每個都有能力一個人吃得起 結果現在要四個人夾粉 什麼原因 大家分擔一下風險 大家也看不通市場 不過這次 地價 賣了53億5千萬 它說是符合市場預期 原來大家都預計了那麼低 這次地皮赤價 只是 樓面赤價是 5392元 AV是5300多 創了過去九年半啟德地皮的新低價 好 當時最低價就是 10年前港銀港地項目 地價低至4900多 不過最終拿出來買也要賣過萬一呎 翻查一下 啟德地皮的成交 政府初期推出的是在北面亭基平一帶的住宅 當時第一幅官地可以追溯到13年的6月 當時是1H區1號地皮 以及2號地皮 由688中國海外 以22.7 7億就奪得 分別國以22.7億 即加上45億多 當時的地價 這個 AV就是 5428元 以及4913元 當時已經入了火了 就是啟德1號 的一二期 本港唯一一個港人港地項目 到了2014年2月25日 啟德當時有四幅地同一日推出 就是啟德 當時 價錢就好一點了 包括 1I區的 1號、2號、3號地皮 以29.1億、29.3億、39.2億 批了 給建號集團 加華國際 以及保理置業 三個不同的財團買到的 當時的赤價是 6500 5303 以及6503 加華買的最便宜 保理和建號 都是6500 左右 同年5月28日 賣了另一幅地 1H區3號地皮 匯德鋒25.2億 每呎樓面是6,10000 當時 赤價也算是便宜的 當然啦 賣出來要賣1萬多元 另外一回事 赤價 當然現在 暫時來說算是便宜的 市場人士預計 接下來每次可以買1.7至1.8 你說啦 當然不行啦 政府買得給你5,300呎 你明天買1萬多元也有難度 我可以告訴你 測量師 或者市場人士估計 看地皮已經跌到很低水平了 估計未來不會再跌了 你說 如果跌了 你負責補回收 如果 區內地價再跌 估計息口要漲步上升 以及二手樓價繼續下載有關 基本上說話也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坊間很多的測量師 或者市場人士 評估這次是屬於市場預期之內 因為大部分 預測了 因為對上場實中標的價錢是很低的 這次是再低一點 不過 這個盤其實 是要負責起南童園和展能中心 所以 價錢可能會順利一點 這個中標賽團 原來還有要建長者輪舍中心 嚴重弱智人士宿舍 展能中心 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藍童園 網上青年支援隊中心 和停車處 所以這個賣地條款 另外 要建一個175米的地下街 佔整個啟德地下街是11%的樓面 順過牽頭 我們看看之前 整個啟德的發展 最初 他那邊賣是4-5千元赤 然後 到了1819年就是高峰期 新地 以樓面赤高達17776元的價錢 搶地 搶了地王 那個地價 是251億6100萬 新地是一個人上的 沒有跟別人搶的 這個政府之前 賣出最貴的土地就是 長沙灣 就是之前那一年 那時候賣了172億 後來這東西 再打破了紀錄 賣到200多億 新地那麼勇 當時因為大家都搶 原因就是有一群大老人搶 大老人很多搶貴地皮 新地搶完之後 其實價錢有部分是回落了 不過由於 大量的中資的發展商加入 變成 令到啟德每個人都衝上去買 最高是搶到1萬9元一呎 平均每個人都賣到1萬5-6元 買了的有 匯德峰 新世界 恆地 帝國集團 當時他們四個夾粉 買了啟德4B區的3號住宅地皮 總投資 當時的中標價是83億3300萬 樓面 其實是1萬4千5元呎 相比 其實已經跌了 比起新同基之前 自己中標的樓價已經跌了 但是之後他們 中資搶曾經搶到1萬9元呎 最高 在海景那些地比較漂亮 平均他們都賣5-6元去搶的 最早就搶海航 因為當時到了16年底 海航 就搶了兩塊地 當時 買了1K區的3號 88億3千萬 然後就搶了1H區的3號 54億1000萬 當時 地價由幾千元 一下子衝上了13000多 就是由中資搶貴的地皮 兩年之間 站得住棧地 升了整個開 海航到了17年 再搶 當時 買了1L區1號和2號地皮 車價是13000至13500 一輪搶地之後 當然了 海航 最後把這些地就賣了給恆基 當然不是恆基 有其他的發展商買賣 我們看到 直至18年至21年的議員 政府不斷推出跑道區的地皮 由於跑道區全部都是海警 所以 樓面地價 一度搶到19,636元 中標財團 很多時候都是幾家發展商組成的財團 免得 顧住一宅 我們這幅 今次看看 其實整體的市場 大家估計是跌下來了 麵粉價錢就決定麵包價格了 不過現在的發展商 大家知道 5,300元買 它不會賣你1萬元 賣你5元 賣你5元 賺很多 我們建築成本又貴 各方面有利息開支 實際上 當然 它的成本的確貴了 香港蓋房子 是比大陸貴的 現在大陸的樓賣出來 比建築價還便宜 為甚麼呢 因為香港真的貴 人工也貴 運輸建築成本也貴 而且規格方面 香港是很嚴格的 你看到 新世界拍奧裝 一有少少不妥 要整棟拆掉再蓋上去 當然不可以亂來 大陸的樓賣不倒就行了 這次地皮的價錢 是市場預期 即是說 大家都覺得市場會繼續跌 如果不是 不會有這樣的預期 因為 大家也預料到市場會繼續跌下來 所以 他們對於這次來講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 覺得很便宜 該出乎市場意料 大家也認定了 明年市場會繼續跌 當然 如果下一幅地比這次再便宜的話 當然意味著市道當然是不好 信和 大家也知道出名大好友 在這些時間 他牽頭買這些地方 而後面的財團出資的比例 我覺得不是四分之一 信和一定是大舊的 然後中國海外 華智和英軍應該佔小份 因為華智和英軍現在看來 不會太活躍 他們也可能只在參與 可能10% 我猜這兩副不會佔很大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分析到這裡 當然 接下來 如果真的要有 地皮要成交 我覺得造價也會繼續跌下去 這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用這個免費模式支持 我們也可以的 多謝 拜拜